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机器的一些操作 因为群里的用户很多人都对PR 他这个操作很质疑 我觉得如果我拿到手的这台机器 我不管是什么机器 我首先要熟悉一段时间 然后我才能发表我的观点 如果在没有操作之前 我用惯性思维 就是说我用之前笔记本是什么样子的 台式机是什么样子的 传统的键盘是什么样子的 传统鼠标是什么样子的 来跟我这台机器去对比 那就没意思了 毕竟这是一台便写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无论它改变了什么功能 我首先要去习惯 然后我来首先 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并不是最新的 这个键盘的布局并不是最新的 这个上面这一排呢 后面是改了的 你要你们要看 就是说你们拿到机器的那个键盘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要去官网的那个Pocket 2的这个专题页去看 而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是个我们第一版的这个不合理 然后后来都改了 这个特别键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这个顿号键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它对调的 这个什么接平键上面都有组合键 然后 另外就是上面这一排 上面这排这些大家都应该很知道了 这个鼠标左键 这个鼠标右键 这个是那个 那个一键静音 这个是 那个音量关闭 这音量减 音量加 然后那个 这个是亮度调节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电影开关 这个是关系收视手标 下面这一排其实也变了 这个是Pickup Pickdown 这个这两个应该是对调的 后面键应该是对调的 嗯 然后 群里的用户呢 很多人提出来说 有有些人提出来说 如果我 我习惯性的操作 比如说我看一个网页 我看看某一段 不错 我想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粘贴 粘贴到那个 群里 或者发发发消息 发给这个微信的朋友圈 那我要怎么操作啊 你要演示一下 我说可以 啊 我今天就演示一下 那首先我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我们 呃 我们来打开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页面 打开一个页面看一下啊 首先我觉得操作这个页面看的时候呢 我如果说你习惯于用鼠标来来浏览网页 那你可能后面你可能要习惯于去用上下左右键啊 或者是组合键啊 一页一页的这个切换 那如果说你用你想你想那个仍然想用鼠标的话呢 嗯 嗯 实际上我也没用多久 我就用用了 我我从机器出来一直到现在我累积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嗯 那我觉得用这个鼠标操作也很好 没问题 那么那么如果我那么现在很多人说那个 这说如果我想复制一段文字到那个网页上的一段文字 发到群里面或者是我想把它保存 嗯 这个操作你要演示一下 我说可以啊 其实很简单 你打开一个网页啊 你如果你如果是想选择某一段 就很简单 你你只要按住鼠标的这个左键 把光标定位的定位在你要选择这个段落的头部 然后按住鼠标左键 然后拖动这个光学收支鼠标 啊 然后Ctrl 加C Ctrl加C 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关关闭队战器 复制到文本里面 Ctrl加V 这一段 就复制下来了 当然如果说你 你你还有什么其他高明的操作方法啊 我不知道的那肯定是有 但是我如果我我操作的话就是这么操作 然后呃 还有人说你这个你你你这个既然是办公 那你首先要演示一些办公软件啊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我们我今天呢拿来我今天是拿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小说来来来来做演示 这个小说的名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大秦帝国 大秦帝国呢是网上很流行的一本那个网络小说 呃 他的这个文件的大小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个文件的大小 这文件的大小是 六点零六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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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页数是四千多页 呃这是一个排过版的 排过版的那个 卧的文件 呃 我会把这个文件分享到群空间里面 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已经排过版的 大家可以呃 按照 可以 我按照我后续的操作也去测试一下 那我测试的是什么呢 测试的就是 这个 库瑞M3的这个算力 呃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把这个Word文件 存成PDF文件 这个过程可能要长一点 呃 为什么 为什么用 为什么用大清帝国呢 因为他不像 说我是几页的Word文件 我存成PDF 这个页数是 四千多页 呃 字数是 四百零五万字 啊 如果说你你你你不信 你可以看一下 我我我我把 我把这个机械 呃镜头拉近 然后你看一下啊 他正在读 正在读 呃 现在已经读到三千多页 也就是说这个Word文件要打开 完全打开的话 呃 需要一定时间 但是他现在已经打开了 前面的已经打开了 后面的还在读 啊 现在四千 现在已经停了 是4842页 然后 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页数啊 其实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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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这个文件分享到那个群空间 你们用你们的机器去呃也也也测试一下 看你们用多长时间才把这个Word文件保存成pdf文件 那我现在演示一下他另存啊 那么他在另存的过程中呢我要说一下这个这个呃我这个不是第一次保存是上午我演示了一下我演示了一下大概用了9分的 就是10分钟左右 如果说你们不信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呃机器右呃右下角这个时间时间以秒为单位在在在在衔接那我现在不动这台机器我现在不动呃你们可以计算一下到底用了多久 然后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机器 也去把它存成PDI文件 你计算一下用了多久 你就知道这个CORM处理器 它的算力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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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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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我会把这个PDI文件也分享到群里面 然后大家对了一下 看是不是这个页数